中南美洲的秘魯跟墨西科 不时传出有外星人出没的事件 但当地座村庄从今年7月起 就陷入外星人恐慌 村民说有超大头部和黄色眼睛的外星人 攻击他们 严重的人脸皮会被整张剥下来 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干的呢 因为在美国的德州不远 也发生神秘的牛脂死亡事件 六头分别来自不同牧场的牛 脸颊的一侧皮被笔直精准的切割掉 如果真的有外星人攻击 为什么没人敢说 嘉明难道说了会惹来杀身之祸吗 好 明君我们确实 其实在秘鲁这个地方 刚刚明君也讲到 看到UFO目击的事件特别多 包含非常有名的纳兹卡县 大家也都听过 其实纳兹卡县也是在秘鲁的南方 不过现在讲到这个村庄 其实它是在秘鲁北方的一个山区 这个村庄它叫做洛雷托的一个村庄 它在7月开始其实陆陆续续就开始传出说 我们这边有外星人出没 而且村民除了讲之外 他们还有拍照留下影像 这张照片就是这个村民拍下来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人形 而且你知道它的高度 大概是210公分 所以其实它高度非常的高 而且说也奇怪 这个人形竟然还会冒出 非常亮的一个闪光 所以拍照拍下 大家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看也没看过 而且除了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不明的物体之外 人形的物体之外 它竟然还会攻击人 所以其实按照这一个部落 他们传统称呼这种 外星人他们叫做剥皮怪 因为刚刚明天也讲到说了 它这个攻击性 有可能甚至还会把你的脸皮 给剥下来 严重的 对 严重的话 真的是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其实过去 确实也有村民被攻击过 包含就有一位15岁的少女 她当时被这个外星人 给抓住之后 她不断地挣扎 结果在挣扎的过程当中 她的脖子被削掉了一个部分 看起来伤势很严重 那另外还有看到这个妈妈 哭得非常的伤心 为什么她会哭得这么伤心 因为她的女儿也被攻击 而且她的女儿被攻击之后 她的女儿回来 就一直呈现呆滞的状态 受到过度的惊吓 觉得非常的害怕 那所以可以看到 包含村民拍到的照片 甚至有村民被攻击 那很明确了嘛 这就是外星人嘛 因为是不止一个村民 是好多人都目击到外星人 甚至被攻击了 对 尤其还拍下照片 所以模模糊糊 不是这么样的清楚 不过这个事情闹到官方去了 所以秘鲁国家检察官办公室 也就是这个侦办案件的 这一个最高司法单位 他们就跳出来讲 没有 没有 没有外星人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低调 想要淡化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个外星人的世界 很有可能是所谓的 盗矿集团所为 所以是人类不是外星人干的 对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因为你看到画面 其实秘鲁它有非常多的矿场 尤其生产什么 生产黄金 所以如果今天一旦盗矿集团 他去吓这边的村民 或者把这个留言传出去 他不敢靠近了 我是不是有更多的时间跟空间 可以去把矿场里头的 这个黄金给偷走 那当然官方是这样讲 跟村民的说法 有很大的落差 那到底真相是什么 不知道 但是你说 这个外星人 平常我们看到 顶多这个UFO在天上飞 对不对 感觉好像没什么攻击人 但是明君有告诉你 外星人就有攻击性这件事情 老早就已经开始陆续发生了 我们来看到 在今年4月 其实也就不久之前 今年4月 美国的德州发生了牛支 非常多支牛支 离奇死亡的案件 那其实为什么说离奇死亡 可以看到这些牛 你可以看到 它的脸颊的表皮 是整片被掀了下来 甚至 对 整片不见 而且是切割得非常的工整 而且包含舌头也没了 它的生殖系统也没了 那你会觉得说 伤势这么严重 现场一定血迹斑斑 对啊 一定的 明君没有 现场一滴血都没有踩到 伤口这么大居然没有血 对 所以你就觉得很奇怪 而且不只没有血 你说周边 你说也没有脚印 然后也没有轮胎印 就感觉没有人靠近过这个现场 那为什么就一头牛会在这里呢 就是被抓去哪里 那个凝虐之后再送回来 也不知道 对 你送回来你顶多 人的话你会留下脚印吗 你车载回来会留下轮胎印吗 对 都没有 也没有 对 那这件事情 当然也不是说只有最近才有 其实最早在1968年开始 就有这种牛支 莫名其妙 被杀害的一个案件 那尤其到了2011年 联邦调查局FBI 他就有解密文件了 告诉大家说 其实在1970年代 那时候是高峰期 在美国的西南部地区 总共有8000头的卤牛 被神秘飞行器给卤走 肢解之后又被抛回原地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没有血迹 因为不是第一线 为什么没有脚印 为什么没有轮胎印 因为它从高处 被这个飞行器丢下来 丢回原地的嘛 所以现在看起来 全部指向跟外星人有关系 对不对 那当然大家就想要去解开这个谜团 到底为什么 那外星人为什么要卤这些牛支呢 要去做实验吗 所以那个时候在1979年 就有一位 这一个美国的商人 他其实之前也是美国海岸警察队的 这个无线电子工程的工程师 那他因为他有这个电子工程的这个专业 所以他想说 那我用无线电来找找看 会不会接收到一些 外星人的一些讯号 或一些诡异不寻常的东西 结果还真的被他侦测到了 对所以他透过这个无线电的发话的地方开始去追踪 他竟然找到了这个发号讯息的一个来源 是来自新墨西哥州的一个道西地区的地底 所以难道这地底下藏有什么外星人的实验基地吗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大家都非常的好奇 不过很奇怪的 他好像说了实话之后 竟然马上人就不见了 而且到了2003年 他死的时候才发现 他竟然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面 好 到底是不是说真话被关进精神病院 如果只有一个人讲 可能还不足以为心 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发现 真的有这个美军所谓的外星人的地底基地 那可信度就大为增加了 那当时在1979年 同样一年 那当时呢 这个军方就找来了地质工程师 他叫做费尔斯奈德 1979年找他来 因为他平常过去就是包政府工程 什么地下隧道 砖地很厉害的这种工程师 说来来来 那个我们要在这个旁边 要盖一个新的地下设施 那你来帮我们砖地 所以他来了之后呢 就找了 这是他的一个团队 透过这个空照图 你可以看到 他找了这四个点 这边有个正方形 有没有 他找了这四个点 开始这四个点开始向下挖 结果挖下去呢 挖到大概四公里深的时候 突然砰一深 他原本弟弟打是打得很扎实 你突然砰 他就打到一个 感觉有空间的一个地方 下面有个地方是空的 所以他说 那为什么底下会是空的呢 所以他当时就带着这个团队 而且他也很奇怪 他说他在做这个工程的时候 旁边都是军人 而且是鹤枪实弹 看起来都是特种部队的军人 他就之前做工 做其他工程 也没发生那种事情 好 那既然挖到空了 我工程团队下去 旁边的军人也跟着下去 而且军人跟他讲说 下去之前来 你把枪带着 他想说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带着枪带 到底下有什么样的危险吗 结果他下去之后呢 发现 一下去真的 里头就像这样子 感觉像是一个地道一样 四通八达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而且他竟然在这里头 看到了三个外星人 一个大的 两个小的 大的那个大概也210公分左右 结果后来在紧张之下 军方就对这个外星人开火了 因为怕被攻击 对 因为怕被攻击 所以这个外星人 当然有两个 中枪倒地之后 比较高的这个外星人 他在前面稍微比划了一下 就发出一道强光 朝着这个斯奈德射了过去 所以倒在斯奈德 当时去挡的时候 他的两只手指头被射断 甚至包含他胸部的部分 胸前也有非常大片的 一个烧焦的痕迹 这个斯奈德上来之后 还捡回一命的 那经过治疗之后 军方国家也跟他讲说 不可以把今天遇到的事情 给讲出去 机密 对 这是一个绝大的一个机密 但是他还是找了一个 这个军方退伍的一个朋友 不断地在收集资料 不过说也奇怪 这个朋友呢 他在1993年的时候 在公园慢跑的时候 遭到了枪杀 那当时警方呢 去调查之后 最后怎么结案的 他是亲身结案的 因为说现场找到了一封 这一个他朋友 写下来的一个遗书 不过斯奈德一看 这个笔记不是我朋友写的 对 因为他跟朋友很熟 而且他有跟朋友讲 他的遭遇的过程 就朋友却意外的离世 对 没错 死因有诈 所以当然对斯奈德来讲说 这个秘密如果我不讲出来的话 我可能也会跟我朋友一样 被消失了 所以他就决定在1995年 对外来公开演说 把这个稻西战争 也就是在稻西基地底下发生的事情 都可以讲出来 尤其你看到 他也出示了很多的照片 他当年的说明会有录影 对 当时的说明会有录影 而且他出示了 包含一些照片 一些包含就是他拿到的一些 实体的一些物质的一些证据等等 甚至他还出示了 包含你看他手指的一个断指 甚至他这个胸前的一个伤势等等 其实他通通都把它展示出来 告诉大家说 我真的确实在这个地方 遭受到了攻击 也在我身上留下了一个铁症的一个痕迹 好 那刚刚讲到 知情的都陆陆续续被消失了 那你既然敢公开讲这件事情 不是百民跟政府作对吗 我为他感到紧张了 没错 他在讲完演说完之后 大概半年 1996年的1月份 他就被发现沉湿在家中 而这一份是他当时的一个厌尸报告 里头写说 他的这个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用塑胶管勒臂亲身 自己勒臂自己亲身 对 自己勒臂自己亲身 那这个事情传出来 大家也觉得说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那确实他的前妻也跳出来 发了一封公开信 他说他不相信 他会亲身的这个说法 为什么 其来有致 因为我们回到这张上面这张照片 刚刚讲到 他在这次的事件当中 他少了两只指头 所以他早就没有办法 被外星人攻击 他没有办法握紧东西 用用力拉 所以你就不可能 让他是握着塑胶管 让自己勒臂自己来亲身 然后再来他也提到说 斯奈德这段时间收集到的 不管是图片 文件 或者实体证据等等 不 通通不见了 所以你就觉得 感觉好像被人家带走了 对不对 而且他还说 斯奈德长期受到 国家的药物控制 因为他当时接受治疗的时候 国家刚刚说 这个药有助于你的病情 你要按时吃 结果他吃了之后 常常会癫痫发作 所以他老婆就刚才讲说 你不要吃 这可能你身体会排斥 结果他不服药之后 开始想起当时 道西战争发生的这些事情 所以他才在1995年那时候 对外公布 那你国家给他的药 不就很有问题吗 对不对 好 那当然 斯奈德这事情离世之后 还是一个谜团 直到2011年 当时有一个在道西基地 担任保全工作的 也是退伍型人 他叫托马斯 他就说这个道西基地 其实他还画了这张图 总共有7层 这7层呢 前面的这4层呢 是地球人来使用的空间 下面3层是外星人 来使用的空间 这个基地其实就是美军 他们跟外星人来合作 要来做实验的一个地方 那当时因为呢 这个外星人陆陆续续 把这个包含很多的牛脂 我们刚刚上一夜讲到了 有8000头牛被抓走了 对不对 你在这个基地里头 你抓了这么多的牛 那来到这个底层来做实验 另外不是只有抓牛 甚至还抓了人 到这个基地里 外星人要来做实验 所以当时美国政府 去跟外星人谈判说 你不可以再抓人了 那但是问题是外星人不肯 所以当时美军 为了要突破到 地下三层这个地方 去解救人质 所以分两路进攻 包含在基地里头 在这个第4层 跟第5层中间的这个通道 往下攻之外 另外透过外头 是透过着地的方式 要打进去 做两路的同时来进攻 那这个部分是谁做 就是史奈德做 对不对 所以就表示史奈德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 他在执行什么样的一个任务 原来当时是要进到 外星人的基地 去解救人质 所以随着托马斯 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之后 发现一切通通都说得通了 但是现在到这基地 真的军方不愿意承认 所以到现在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谜团 尾巴冲突日益扩大 现在中东地区基金国 都把以色列当作矛头 意图要拉出第二战线 眼影来美国老大哥 赶快派出航空母舰 到地中海坐镇 现在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公司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就说 他很担心 他认为再这样演下去 可能会爆发世界大战 而且可能性高到了50%吗 靖民哥你的观察 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战线真的会拉到 提高到世界大战的等级呢 是的 明君 其实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全球都在关注 尾巴冲突的这个 加萨走廊地带 那究竟尾巴冲突 会不会从中东地区 逐渐升级成为 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者是中东的这种 不要说第三次世界大战 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 大规模的混战 有没有可能 我们就看看 全球最大避险基金的 桥水基金公司 他的创办人达利欧 他就有讲 他说一场不受控制的世界大战 可能性从原本的35% 已经上升到50%了 也就是一半会大战 一半不会 其实达利欧他过去 这十几年来 他一直在分析 全球的地缘政治 判断相当的精准 他也预估说 像尾巴冲突 造成全球地缘政治 这样的一个紧张 和军事的冲突 会机率越来越高 所以你看他说50% 也就是一半会变成大战 一半不会 那我是希望那一半不会 因为打仗对老百姓都没好处 森林涂炭而已 但是偏偏以色列 不是只有在加薩走廊这一带 在以色列的国土的北端 他们还要面临 黎巴嫩的真主党 他们跟真主党也算是 多年的世仇了 真主党在黎巴嫩 伊朗在黎巴嫩 都有设立军事基地 还有叙利亚 所以都有训练这个真主党 所以真主党的这个军队可不像 你不要把他跟哈马斯当一般的比拟 而且他的军队有超过万枚以上的火箭弹 火炮 然后还有飞弹 瞄准以色列北部绰绰的鱼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要先发制人去打真主党 还有打黎巴嫩北部 黎巴嫩的南部就以色列北部 就是怕他蠢蠢欲动 他怕南北两边遭到夹击 要两线同时开打 会军事上最常注意的就是 避免缤纷 利皮 你会这样子陷入两件作战 而且他的弹药主要来自哪里 伊朗 俄罗斯 还有中国大陆这些制造 其实还有一个土耳其 他有土耳其的无人机 所以伊朗在背后撑腰 据说他每年提供真主党组织 7亿多以上的美金 所以他有钱 他有人 他有弹药 也有武器 等于说是对以色列来说是北方的威胁 蠢蠢欲动 他担心的是他背后的伊朗 这个时候伊朗的外交部长阿布都拉西 他就讲话了 本来阿布都拉西代表伊朗的官方 他都很少去发言针对加萨的问题 可是以色列就怀疑哈马斯 可能背后就是加萨的 撑腰的就是伊朗 所以伊朗这个时候也不演了 他就跳出来 如果我们今天不保卫加萨走廊的话 明天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国土上 去防卫这些白铃弹 他讲的就是最近以色列 对加萨地区的狂轰猛炸 用白铃弹 违反国际的这个条约 去用白铃弹攻击 而且伊朗的外长说 未来可能几个小时之内 就可能会有发动先制攻击 难道伊朗要开战了吗 要开始动手打以色列了吗 那以色列可能 他可能也会跳到这一天 所以美国才不断的 要派兵力前往中东地区 那这个时候乙军也证实 因为我们最近看那些新闻 不乏是外电报道和中东的 什么半岛电视台这些 对不对 但你知不知道 虽然九一记者节过了一个多月了 可是非常遗憾的是 在这场尾巴冲突 已经有15个以上的记者已经身亡了 其中有11个是巴勒斯坦这个记者 所以你看到了这种状态 你会不会觉得说 真的是双方撒红了 以前采访 记者很少会受到牵连 以前我当军事记者 采访第二次波安战争到中东地区 我进不去那个伊拉克的时候 我也是从以色列这边过去 我从土耳其到以色列 那时候就常常碰到以色列 在炮弹打来打去 空气警报 那时候我们就带钢盔 带这个防弹背心 然后那时候就听到国外的记者讲说 放心啊 他们在打仗 记者还是相对安全 不会波及到我们 可是那是我2003年的时候 我庆幸20年后 我不是在当记者 尤其是军事记者 到了前线去 现在这十几个记者身亡了 证明了双方撒红了 也已经到了 你管他是记者还是什么 所以以色列之前 炮击到黎巴嫩北部的时候 有路透社的记者 也有半导电视台的记者 就因此上升 那以色列的官员 只淡淡地说 我们非常遗憾 那没有办法 这个冲突是难免的 记者可能要小心 照顾自己的安全 炮弹不长眼睛 就这样子一句话 那记者真的要 这个凶险太可怕了吧 而我刚刚提到美军 派了这个增加兵力 到中东 到地中海这边 先是派福德号 他们美军最强的航母 最先进的 那接下来派了第二艘 艾森豪号航母 艾森豪号战斗群 航母战斗群 本来它的巡逸的范围 就是在地中海这边 那过去等于资源福德号 但不寻常的是 美军不是说 我不出兵我不出兵 我只是派部队在那边 他只是要挣折伊朗 给伊朗和俄罗斯这些 周边地区国家一些警告 我听以色列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但没想到 现在传出来美军 不出兵吗 怎么会派出了 美军海军陆战队的快反部队 快反部队是往往 针对冲突地区 他派了两千的兵力 这都是属于海军陆战队 是精锐的一支部队 那几乎都是 像日本那边也是有一群 这样的一个部队 在协助他训练 所以美军的 这海军陆战队的 快速反应部队 他据说是在以色列南端 离地中海一段距离的外海 在靠近红海那边 他在那边等着 预防 预防是不是有事的时候 马上美军介入 美军如果一旦介入 会不会阿拉伯世界 更仇视美国跟以色列 这是他们要想到的一个后果 所以现在这个部队 已经到了那边去 然后恐怕 五角大厦的一个前高阶官员 他就有提到说 以色列在公加萨地面战 进行的同时 恐怕会沦为浴血大战 因为血腥的这个巷战 就准备开打了 那开打会在哪里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 大概也是从外电媒体 抓下来一个图 是他所谓的 加萨走廊地带的 我们这样子是 刚刚加萨走廊 是我们直的看 直的南北向 我们现在是东西向 这样的摆开来看 这边是以色列的 这个北部 这边是加萨走廊北部 这加萨走廊南部 这是它东边 那这一个秘密麻麻是什么 据说是加萨走廊的 加萨地铁 外媒是这样形容 这真的地铁吗 加萨不是真的地铁 是他们的地下网络隧道 所以外国的媒体 用加萨地铁打去 来形容这个东西 那据说它的长度 超过伦敦地铁的总长度 它的长度 可能比纽约大苹果的 这样一个地铁系统的 一半小一点点而已 你就知道多长多大 起码比我们台北地铁 双北地铁还大还长 那这样一个密密麻麻的 这个它的地铁 这样应该说网络隧道 大家会把它当成 设备来形容它 而这个地方 其实以色列要攻进去 他们也做了一个模型 以色列过去 他一直想要说 将来有一天 为了加萨的军事公司 做个准备 所以做了加萨稍微 里面有一些主要的 城镇模型 大楼 然后据说也可能 有一些隧道 模拟加萨走廊 然后让以色列的军人 习惯攻到加萨 说要怎么打 怎么打城镇战 小心它的埋伏伏击 可是这在地面上 地底下这个地铁 应该说这个隧道怎么防 所以不要忘记了 美军过去在上个世纪 打越战的时候 对于越南军人 躲到那个地道下面 他们叫做燕鼠作战 打地鼠一样 然后他们吃足了苦头 所以造成美军重大的伤亡 所以后来美军就不打了 因为你的官兵 跟着越南军人 打地道战损失惨重 所以他干脆用飞机 不断地去炸 就空头很多炸弹 甚至打那些城镜 丢那些违反国际公约组织 还有包括白铃弹 要去炸死越南的军人 非常残酷 所以后来美军打到筋疲力竭 最后退出越战战场 以色列会被附上美军的后城 你要面临哈马斯开始打地道 因为过去以色列就经常派军机 跟无人侦察机 所以他们为了躲避 以色列的军机跟无人机 他们就开始挖了一大堆隧道 以前是用人道主义的理由 可是后来 包括在加萨走廊南端 靠近埃及这些地区 为了走失方便 然后也为了躲避侦察跟窥视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靠近埃及这些 也开始挖一些地道 所以密密麻麻的 从北到南都有 对 有人说花了十几亿元 可能这样子开组了一家隧道 后来他们又开始拿水泥 最近以色列不是去轰炸加萨 增加了它很多断圆残壁的水泥和石块 更可以去巩固他们挖地下隧道系统 而且据说哈马斯的指挥中枢 跟联络网路 都在加萨走廊的地下隧道 地下的坑道里面 所以你看到里面 建造了据说已经超过500公里长的隧道 你看都是甚至他们可以存放他们的这个弹药的地方 然后走私货物人员 储存火药也都在这边 是 那当然了 以色列也不是省油的灯 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墙梯 你躲到了这个地下隧道 然后甚至又忍不防地就对我偷袭这个火箭弹 那我除了大家最近看到了这个 这个铁琼的这个防空备探系统之外 现在以色列据说他们也出动了 他们以色列国防公司最有名的拉菲尔这家先进公司 他们出产了一个武器叫做铁束 铁束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套雷射防空系统 我们刚刚讲铁琼防空系统 它所采用的是塔米尔飞弹 虽然我一直强调比爱国者飞弹 128万台币就喷掉了 你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你要打长期的战争花的就是钱 那可是如果你用这个雷射 它发射一枚相当于一枚炮弹 它的这个成本多少 只要三块半美金 低很多 112块台币 112跟128万 你是以色列你用哪一个 当然用这个 但这个不多 因为这个是雷射 它是靠一百千瓦的这个雷射防御 然后如果有无人机火箭弹 然后它希望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 破级系统 破炮或是防空系统 去把这些打下来 那这样子顶多是做铁琼 铁琼为主 铁束为辅 做它的铁琼系统的补强 不只这样 以色列还跟美国再多要一些 这个地狱火飞弹 也是它的一个大杀器 地狱火飞弹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名称 形式叫做 AGN 114 最新型的还要加一个9X 那这个AGN 114 9X的 这个地狱火飞弹 你光是看这个英文AGN 就是知道空对地的炸弹 台湾有 台湾的阿帕基攻击直升机 我们的陆军的陆航直升机 几乎都会配地狱火飞弹 这一款飞弹 被号称叫做忍者飞弹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过去它曾经在 伊朗的圣城军革命卫队指挥官 苏兰曼尼 这个在伊拉克出现的时候 在巴格达机场附近 就被美军的无人机 发动地狱火飞弹 两枚直接命中暗杀了 那2004年呢 哈马斯的创办人 以前他们的领导人 新神领导叫亚兴 也是被以色列用 这个阿帕基攻击直升机 发射地狱火飞弹 给它暗杀 是说它很精准 又很攻击力又很强 很强大 那其实呢 它还可以挂在无人机 除了挂在阿帕基 这种攻击直升机之外 无人机像这个 这个它的死神无人机 就可以挂这些地狱火飞弹 而且它飞弹前面 有六枚锋锋利的这个刀片 就被称为像中国的血滴子一样 它在冲击之前 它会把那个刀片亮出来 快速地旋转… 然后只要爆炸的时候 那个刀片就射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武器新闻王 真相不漏王